12345678 没错它拥有8个MR固态硬盘插槽 每个插槽最大支持8TB 总容量高达64TB 就这样一台拥有惊人容量的NAS 竟然只有一本书的大小 重量仅相当于两部iPhone 这就是铁尾玛刚刚推出的新品 F8 SSD Plus 一款8旁位的全闪NAS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波仔分享 我是波仔 说起NAS 大多数人的印象可能是笨重 涨空间噪音大 但在近日 国民专业级NAS品牌铁尾玛 宣布了9款新品即将上市 将其搭载铁尾玛全新的TOS6系统 在关线的图片中 右下角的两个小产品 引起了我的注意 F8 SSD以及F8 F8 SSD PLUS 这是市面上首款8旁位的全SSD 高性的NAS 其实作为一些新媒体的打工人 总是到处跑四处拍 而经历过的小伙伴们都懂 尽管只是双旁位的NAS 出行起来也是有着不小的负担 而这台F8 SSD PLUS 仅一本书的大小 为我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F8 SSD搭载了英特尔N95处理器 四核四线程 而PLUS版本搭载了英特尔的 i3 N305的CPU 八核八线程 32EU 16GB DDR5内层 万兆网卡 光这个配置听起来就觉得很不错 这次比较幸运 我们拿到的是顶配的版本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产品 包装清单如下 主机电源线 电源适配器 适配器为12V 72W 一根RJ45网线 说明书工具包 那工具包里面有八个散热马甲 一包橡皮筋用来固定马甲和硬盘 一包散热电 那虽说这都属于最普通的那一种 但看得出来厂家还是用心了 F8 SSD PLUS 采用了简洁小巧的设计 机器长140毫米 宽60毫米 高177毫米 外壳为磨砂材质的塑料材质 不易残留指纹 侧部印有铁维码的品牌logo 底部两枚用于散热的小风扇 并有很厚的两个剪针垫 机器上方一个开机按钮 那所有的接口都被放置在了机器的背面 一个10GB的USB Type-C 两个10GB的USB Type-A 一个万兆电口 一个HDMI显示输出 一个系统重置按钮 一个DC电源接口 那这边是机器的快拆螺丝 我们拆下螺丝从底部推出机器 取出主板 那不得不说啊 这个快拆的设计还是很方便的 内存DDR5 16GB 4800MHz 8个M.2的NVME SSD插槽排列整齐 全闪存的设计不仅大大提高了数据的读写速度 还减少了机器内部的一些部件的磨损 提升了设备的可靠性 这边插槽的编号分别为1234 我们来到另一边啊 依然是M2的插槽 编号为5678 下方为处理器的散热片 大家可以看到底部的风扇可以吹到齐片 从而带出内部的热量 机器整体的风道设计为底部进风 上部出风 我们拆下散热片的四颗螺丝 卸下散热片 那这也就是N305的如山真面目了 这边还有一个内置的U盘啊 应该是TOS系统的引导盘 理论上有了这个U盘位啊 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系统层面的一些玩法 对吧 我们处理一下CPU的硅脂 然后重新涂上价值万斤的波仔专用硅脂 我们装回散热片 8盘位的全固带NAS还是比较烧钱的啊 我们一起看看某的目前4T NVMe的价格 我得个怪 一条将近两千米 我们算一算啊 嗯 二得四 三八二四 那经过我们的初步估算啊 装满整台机器将近需要花费我们一万六千米 满满金钱的味道 所以我找遍工作室 总算找到了两条一TB的 那就先用上吧 后续等我们口袋鼓起来 再来插满它 接上网线和电源 我们开机 第一次运营系统 我们需要在官网下载并安装TLAS for PC 这边会在局域网内搜索我们的设备 也就是这一台 我们双击进行设置 配置的过程比较简单 大约耗时五分钟左右 配置完毕 重新启动以后 我们需要继续设置管理员账号 以及我们的密报邮箱 我们进入TOS 那一面而来 一颗硕大的抱头 暴时眈眈的 那虽说很酷啊 但我看着还是有点吓人 嗯 这样就感觉书信多了 作为一台NAS 数据的传输效能 尤为的重要 那么它的实际性能究竟如何呢 我们来到磁盘管理 为其创建一个储存池 因为我们仅有两块硬盘啊 创建一个瑞德零算了 储存池设置完毕以后 我们还需要为其设置卷 设置完毕以后 我们来到macOS看看 整体的读写情况到底如何 写入918兆每秒 读取1032兆每秒 那意思就是啊 一部5GB的电影 复制进去只需要6到10秒 实打实的万兆水平 这次铁维码的新品 全部搭载了TOS6.0的最新操作系统 界面友好功能强大 我们来到控制面板的概览 设备名TLUS 这边是机器的整体负载情况 以及各个传感器的温度 待机状态 环境温度27度 那目前设备的温度44度 环境噪音44分别的情况下 我们把分贝仪贴近机器 那分贝仪的数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用耳朵贴近机器 也是几乎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全闪的机器果然是安静 我们可以安心的把它放在我们的工作台上 说到NAS 硬件的性能固然重要 但操作系统的应用性和功能性 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 TOS6.0这次最新的TOS6操作系统 可以说带来了相当多的感情 首先界面的设计相比以往更加的现代 功能的模块划分也是比较的直观 那即便你是NAS新手 操作起来也是不会太费劲 TOS6.0内置了一个功能非常齐全的文件管理器 你可以通过网页直接访问NAS中的文件 上传和下载操作都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它支持快速预览照片和视频 那这样会方便我们管理我们的多媒体文件 对于企业用户来说 TOS6.0提供了细致的全线管理 你可以通过全线管理来设定文件夹的访问全线 那比如哪些用户可以读写 哪些用户只能查看等等等等 我们再来说一说备份的功能 条线BBS全场景商业备份解决方案 也是这次TOS6亮点之一 它包含了多个组件 Centralized Backup 它允许你在一个界面上集中管理多个备份任务 对于拥有多个工作站或服务器的用户来说 是非常的方便 Double Backup 这个功能可以为你提供本地和异地的双重保障 即便某一处的备份损坏 你仍有另外一处的数据备份作为一个保障 Slap Short 这是一个快照功能 允许你定期备份系统和文件 万一发生误操作或者是文件的一个丢失 我们可以快速回滚到之前的一个状态 对于一款NAS来说 Docker和虚拟机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TOS6提供了图形化的Docker界面 Docker Manage 可以让我们更方便的管理我们的Docker项目 虚拟机管理软件VirtualBox 也是可以让我们很直观的创建和来管理我们的一些虚拟机 TOS6搭配官方的APP 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管理和备份我们家里所有成员的照片 照片管理支持人物头像的自动识别 识别的精准度还算是可以 F8 SSD Plus搭载了N305的CPU 所以在视频的解码方便也是无庸置疑的 我们用Docker安装了一个AMBI 然后打开我们的服务器解码 我们随便播放一部电影 基本上也就是秒开 这也算就是我们为什么搭建本地化影音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精彩无需等等 我们强制服务器解码 可以看到解码的能力还是相当凑合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 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全散的NAS 储存空间堪平北上广的房子 一个单位的储存价值也是太高了 所以用来存电影那感情是真心有矿啊 不过好在目前还是可以通过某盘的WEBDIA 挂载共享的资源来充当我们的影音库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问题 终上所述 提文码的TOS6操作系统 确实为这款F8 SSD Plus提供了强大的软件支持 它不仅满足了基础数据储存的管理需求 还通过多种备份方案 灵活的远程防问以及丰富的扩展功能 让设备具备了更高的实用性和灵活性 但是在目前的体验中啊 还是有一些少量的Bug存在 好在这是软件层面的东西 可以通过更新得到尽快的解析 总体来说在琳琅满目的NAS品牌下啊 作为一款国产打向海外的本土NAS品牌 铁维码周到今天啊世处不易 那经济华为苹果的新品巴布会也是如期而开啊 而铁维码也会在9月19日的发布2024年的秋季新品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也是可以去关注关注 那目前这台F8 SSD PLUS在官网的标价4999 普通版本3999 那不知道这个价格大火了是否会无期没待 好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 感谢老铁们长期来的支持理解一盒外 我是波仔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